大家好,歡迎來臨今天的 webinar,我是今天的主持人Berry,阿里巴巴的客戶經理 今天很高興邀請了進高集團的Berry和Jason 一會再跟大家介紹一下,就會和我們一起做一個sharing 我看到現在也有62位朋友已經進來了,一直都在上升這個指數 我不知道大家,希望有些互動,大家應該在Zoom中有些通話難的 如果大家聽我講話,聽得清楚的話,可以給我一字我 讓我知道我講大家聽到好嗎?可以嗎? 看一下有沒有,有了,很多一開始出現了 好,那就一來,看一下禮物先,大家有六十幾位朋友來到 是的,那我們今天的 topic,其實就和物流有關的 是的,和物流小單化這兩部分會有些關係的 那我想如果在座,我想相信有69位朋友以前都聽過小弟的 webinar 或者很多我們做topic,那這次我們就想了一些,原來物流 其實現在都是電商息息相關的,那所以希望在物流 現在的電商的趨勢,一些小單化會幫到大家 是的,那或者有獎問答遊戲先,那第一個問題呢 就最快答中有獎,那這次就是Mouse1個 那答中呢,我們就會安排專人Guruya給你了 那最快答到,我會看到你的名字,後經理就會給你 很簡單,第一條問題來了,阿里巴巴的前主席是誰 Jonathan,雖然你串錯了字,JAKMA 這麼大我也會給你的 是的,多謝Jonathan,第一個答,就是我們前主席 那第二條問題又來了,很簡單,記得最快就獎 那第二條問題,我叫什麼名字 我叫什麼名字 好,多謝,多謝Kat Lui 對,那小弟Terry今天的主持人 就送出第二個今天的禮品 好,第三條問題又來了,當然很簡單 今天的主題有兩個topic 那跟什麼有關係呢 是,SK Lui 是你了,那就是Logistics 好,那稍後呢,也可以聯絡你的客戶經理去領總 好,那今天呢,其實現在呢,我在什麼位置呢 拿支鏡片給大家看看 其實我這個人呢,就在元朗了 這次就不是在這個Time Square 那我試試看一看外面,看看能不能拍到 是,那我現在這個人呢,就在元朗的新田的 那就是在晉高集團的倉裡面 這裡有幾大呢,多少萬呎 大概13萬呎 是的,那有跟大家做過sharing 那一陣呢,晉高集團都,我剛剛也看到了PPT 那他都會說了很多現在 一些中小企的一些痛點在物流上 那他們怎樣去解決啊,那怎樣去做啊 那希望一陣都會有些insight給大家 是的,那而我的part呢 事不宜遲,那現在就 那位和大家說一聲hi先啦 就是我的朋友 Hello,Hello,我是Berry Hello,Hi Jason 是的,那一陣他們兩位就會做個分享的了 那今天呢,那個sharing呢 大約是一個小時一點 那我想呢,我第一part呢,大家會講二十幾分鐘的 那我會講一下一些關於電商的一些趨勢啦 那現在電商究竟怎樣幫到香港中小企啦 現在電商最流行的是什麼啦 等等,我會講到這一part的 那而中間呢,會牽涉到有一些部分 可能如果有了物流就好了 那所以我們就找了晉高集團那邊去sharing 那其實他們就會講到,剛剛提過了 現在一些中小企物流上面對的一些問題 他們可能怎樣幫忙做解決 那希望兩part都可以幫到大家 好了,那事不宜遲我就開始我今天的PPT啦 那還有,一陣有個Q&A環節的 那大約十幾分鐘左右 那如果我的part也好 那Berry那part也好 那有什麼問題呢 一陣有個Q&A環節就隨意可以問我們 好,那我今天的topic就叫電商智勝,唯快不破 那我先介紹一下自己 好,那我就再介紹一下自己一次 那我叫Terry 那有個外號的,就叫數據拳王 那為什麼呢?因為其實我除了做阿里巴巴之外 那我另一個身份呢,就是香港打拳的 那我2013年呢,就是一個香港拳擊冠軍 那也都18年是職業拳手 那就是曹昇儀的師弟 那如果大家覺得厲害,可不可以給我一我獎勵一下我 那我知道跟大家有些互動 好,那我在阿里巴巴做了12年 那在香港就負責做培訓的 那下面有些虛閒,我不特別說了 那我正題就開始 那其實香港有些什麼的公司是會用阿里巴巴呢? 會有關係呢? 那我那130間公司大約是什麼呢? 那其實只有三種類型 那第一種類型呢?是一些貿易公司 就是trading,可能是低賣,高賣 那中間加一些surfless,加一些design,加一些packing 然後就mark up價錢再賣出去 那可能官方開完後有很多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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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那這就是第一種公司 那第二種會用阿里巴巴的人呢?就是工廠 那傳統呢,在香港就是做一些OEM ODM,設計程生產,甚至OBM 那那種其實他們都會用阿里巴巴的服務 那第三種呢?就是品牌 那香港有很多小的品牌和大的品牌 那有什麼大品牌都用阿里巴巴呢? 譬如德國寶,會賣電器 中聯通就賣電話卡 曼希全就賣陀菲林 那這些品牌其實可能他們香港人認識 但是海外想更加多人認識 那就找我們阿里巴巴去做了 那現在做一個很簡單的問卷 現在有88個人去到 如果大家是貿易界別的朋友呢? 可以給我一個A 可以看到今天貿易界別的朋友多不多? 貿易 1,2,3,4,5,6,7 暫時看到8個 9個 有了 那如果大家是工廠界別的朋友 可以給我一個B 工廠界別的朋友給我 品牌街別的朋友 有給我一個C 品牌街別的朋友 有給我一個C 品牌街別的朋友 不過好像A最多 其實今天我這部分環繞的題目 是ABC都會遮蓋到的 那後面物流公司 多月半都會遮蓋到ABC 可能有些圖點裡面 可以幫到大家 而ABC這三部分呢 我相信是 今天應該都會有些得獎 希望會幫到你們 好 那我就 又跟大家做些問卷 大家覺得2020年2021年 是危還是機呢 大家覺得生意好不好做呢 大家覺得2020到2021年 是很難做的 又給我一個1 覺得很容易做的又給我一個2 看看這次大家覺得是難做還是容易做 看有2 很容易做是2 很難做是1 好像1比較多 那我用數據去答大家 是不是1呢 這樣2020年 2021年 其實2020年2021年 有幾件事發生的 最大件事當然是疫情 疫情其實就會令到很多展覽會 或者很多會議取消 也都變成了類型 我們現在已經變成了一個Webinar 等等 亦都會令到有很多的貿易等等 會減少 所以剛剛貿易工廠品牌 三種其實都有可能沒有影響 那再用多少實際的數據 那我就找了兩個數據給大家看的 那其實呢 我們看到2020年 整體的數據呢 其實就倒了很多 所以其實我去年同樣地問這個問題 問大家 其實難做還是易做 那其實大部分 坦白說都會答到很難做 那我看看有多難做 在數據裏面 大家講一下 那其實晉昌外率呢 跌了10.3% 那批發跌了13% 零售界別的朋友跌了33% 運輸界別的朋友呢 就跌了23.8% 那有些跌得很跨的 住宿跌了71.4% 因為疫情過了 住酒店 那不同的界別其實都是跌了的 在2020年 所以其實剛剛的答案呢 通常都會真的去年是難做的 那但是雖然是難做 但是online的世界呢 其實就有很大的增長 為什麼呢 因為很少人 現在可能少了一天會逛街 那麼多人會online買東西 那如果回到香港來計 可能多了人會去HKTV Mall 淘寶啊 這些平台買東西 那海外可能多了一個人去Ebay 亞馬遜 Shopify Nazada Shoppy 那類型的平台買東西 那其實online的增長是很厲害的 就是希望大家 拿到第一個點 其實online是真的增長得很厲害 那是多厲害呢 那我們用Trillion 100億美金 那2019年有3.5億的Trillion 去到2021年 我們已經看到online的 是4.927億 去到23年已經去到6.4億 那所以在四年期間差不多 online的transaction是比以前多了一倍 那所以我希望剛剛 trading工廠品牌介給的朋友 去想一下其實我自己的生意 可不可以多一點和電商會扯上關係呢 可以留意一下電商 是現在流行什麼呢 或者我需要的配套是什麼呢 那所以就希望大家可以再留意多一點 那但是呢 雖然我剛剛說 2020年2019年的生意 是不太好 那但是其實我們又這樣見到 2021年呢 其實是開始這幾個月 那我特別頭三個月 是好很多的 是的 在2021年的時候 那所以其實也有機會的 那譬如我看到出口 在1至3月份 同比上年是高了33.2% 那本產出口呢 就是81.4% 那因為去年又做得不太好 那所以今年呢 其實相反是做得更好 那所以希望大家再想一下 我怎麼做得更好 好了 那再回到今天的主題了 那今天我這邊的主題 就是阿里巴巴巴.com 國際站 那先介紹一下國際站 那其實阿里巴巴整個集團 有很多個部份 有阿里巴巴 1688 Ali Express Nazada 天貓淘寶等等 那最多人可能用在香港就是淘寶 那我一個十字架 就已經去做到一個分隔了 那阿里巴巴就是唯一一個跨境加批發的平台 如果我做海外做B2B的就是阿里巴巴.com 如果我左下角的就是做內地做批發的就是這600個 如果我做海外做零售的就是Ali Express Nazada和天貓國際 如果我做內地做零售的就是淘寶和天貓 所以希望大家得到今天的主題線 我們今天希望能夠幫到海外的人做B2B 那一些背景又快速 高福又完就算了 那阿里巴巴就是阿里巴巴集團第一個網站 1999年開始 那基本上任何想到的產品 都在平台上有的 那現在註冊會員就有一些回憶 那每樣買家供應商都是很多 是全架站是最大的B2B網站 那Cover的國家已經有16個語言 95%的人口語言已經會遇到有16個語言的網站 而增長也很厲害 因為剛剛提到很多人在網站 而阿里巴巴.com最近多了一個很大的用戶群 就是一些B2C的銷售 就是剛剛提到一些Nazada、Ebay、Amazon的銷售 他們很多會在阿里巴巴做採購 因而我們上年的交易額 其實增長到101%也很高 那我先說一下國家的部分 那大家想一下怎樣去做電商 那可能是想到 究竟現在有什麼人在網站 B2B網站採購最多呢 第一位分別是右邊的 美國、英國、澳洲、德國、加拿大、韓國、荷蘭、日本、俄羅斯、墨西哥 那這個是暫時可以統計到我們頭10%的交易額 上年新貿易額的一個交易額的金額 那我再進入多一點正題了 那好吧 我現在要想去做電商了 或者我想去做電商了 其實第一件事應該是做什麼呢 第一件事應該可以定位一下 究竟我現在無論是一個銷售也好 是工廠也好 是品牌也好 我可以銷售到 我可以Serve到什麼的客人 我可以他們的客人去Focus些什麼 如果大家是螢光幕的朋友 如果大家喜歡可以對著這個螢光幕 我覺得可以一張照片去重複一下自己 其實我們的買家分了三種 分別是小B 最左邊的 中間是中B 右邊是大B 小B我先說一下 小B其實我們就扮指幾十元到幾千元美金的一個客戶 通常他們是一些Shopify、亞馬遜、Lazada、Fish的一些平台銷售 他們很流行就會上阿里巴巴框那裏做採購 所以我在一個品牌 我就想 其實我的品牌可不可以交給這些賣家幫我賣呢 或者我的工廠 我可不可以很快地生產到一些產品幫我賣呢 或者我在一個銷售 我又可以想 其實我可不可以找到一些明星的產品 給這些這樣的銷售 很快地幫我賣 所以這個就是左邊的第一種模式 就是小B 小B呢 我先說一下他們的特性 那小B的特性呢 其實他們一希望就買一些現貨、成品 或者一些很輕定制的產品為主 而因為這些小B呢 他們都很fresh的 就買幾千元美金的東西 其實他們都不太看你公司很多背景 相對地 那他們好看是什麼呢 就是買人之後可不可以很快地賣出去 所以他們會看 那款產品會不會是一個明星產品 可不可以很容易賣出去 那所以如果我想focus這些小B的生意 無論我是brand、廠、trading都好 你就好可以發掘一下自己的明星產品 令到他們可以買到你的產品出去 那這類型就是小B 而我們針對小B呢 就開了一個section 就叫做ready to ship 那我會再說多一點 叫做RTS 我們直接開了整個section 是給這類型的買家 而今天的白樓公司的合作夥伴 可能也會有機會在這部分幫忙 好嗎 而剛剛說完很簡單 是小B 而中間就是中B 中B呢 我們扮指是幾千至幾萬美金的訂單 那他們通常是些什麼呢 通常是一些福斯平台大的賣家 一些小品牌 一些零售店 那他們開始就會是生產一下 輕定制生產一下一些產品 或者是大量的燃貨和成品 那所以如果我定位做中間的 那其實他們會留意什麼 他們會留意兩樣東西的 第一他們除了會留意你的產品質量之外 他們會開始留意你的公司的背景 即是你去表現給他們聽的時候 無論我是交易廠品牌 我就會去說 我的品牌其實背後都有實力的 我是工廠 其實我的QC很好的 我R&D很好的 我很多Cert的 我是交易的 我已經交易了很多年了 我已經在這方面做得很好 即是你會去除了了解一個民生產品 還會理解公司 那你就可以做到中B 最後就是大B 大B其實就是Walmart Target Nex H&M 以前Forefl 21 尼豐 即以類型的大B 幾萬元到幾百萬美金 訂單就有了 他們開始用來談數據等等 而這種類型的買家 其實他們就很專注我們 就是你那個廠的背景 是的 那跟大家做一點點互動 大家各認為近年 增長得最快的是 左邊是小B 就打個1 是增長得最快是中B 就打個2 增長得最快是大B 就打個3 大家覺得哪個是最多呢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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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1 2 1 2 1 1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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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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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4 3 譬如你放一個手機殼上去 已經寫清楚手機殼裡面有黑色、白色、黃色 可以寫清楚可以給iPhone X、i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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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已經寫清楚你買到100個就可以貼個logo 就是清楚了 買家和供應商就不用談那麼多 大家可以直接買 你也可以加快到你的流程 所以我們第一個點就是要填清楚你 每個行業裡面認為你填的產品規格 第二,阿里巴巴又是屬於自己的物流模板 你只是在輸入產品的時候 必須要進入你的產品的長寬、高和重量 我們就會生成一個運費出來 假設你進來的一款產品的手機殼 是兩元運費的 那一款產品可能出張價十元 將十元加到十二元 在後台上就會見到 可以方便到買家 也對大家供應商來說 在商品牌來說都很方便 因為你進入產品只需要進入你的產品的長寬 就可以出了我們幫你做的物流介紹 第三,這是最難的 所以大家做的時候 看看可不可以轉型到 就是十五天的時間 但這個就是 專注於MOQ的十五天的時間 即是可能是 你MOQ可能設有十的 就是十款產品的十天的時間 你才能出貨 那第四 就是支援我們可以幫你做一些直接爬單 Visa, Masa, TT等等 做完這四個東西就是RTS 如果你做到RTS的話 阿里巴巴會是一個新的功能 我們會在一個頁面 在主頁手機端已經有一個頁面 是For RTS 這個類型的產品 是比剛剛我們說的那些小V中V買家 可以比較容易採購到RTS的產品 而在頁面裡面 搜索端、產品詳情端 裡面都會看到 再重複一次 RTS其實就是 剛剛右邊那些服務箱自用 初創營銘售箱 承創營銘售箱 批發箱 左邊如果我平時想專注 批發箱、生產商、大型服務箱 大型零售箱 就是一些傳統好東西的產品 所以大家做電商之前 或者正在做的電商之後 你都很好想 究竟我的產品 或者我現在的商業模特兒 是可以採取到那些客人 好了 那我就 時間有限 我只可以講到五分鐘 而阿里巴巴除了幫大家定位之外 其實我們會幫大家做支付 物流和服務的支援 譬如大家說 Terry我想做 那怎麼做 我不會做 其實我們都會提供一些線上 和線下培訓 會教大家怎麼做 或者很多功能上的東西 日後我們都可以再做探討 對了 如果大家真的有興趣 我們阿里巴巴的服務 聽完 我都想想想怎麼做 想試一下怎麼做 政府其實是有贊助的 有叫中小記市場推行基金 所有阿里巴巴大部分的服務 都可以贊助到50% 每間公司都有80萬 好 我這部分就很快的講完 如果大家真的有興趣 可以在這張圈裏拍照 我們也會有一些客戶的資源 幫大家開店 有些平台廣告的資源 都有機會送給大家 第一部分很簡單 一些電商的數據 現在電商一些平台的分析 就分享給大家了 一會兒有Q&A環節 如果大家喜歡 可以有些問題 可以再問我關於電商裡面的東西 好了 現在就交給物流這部分 那物流這部分呢 希望今天大家都可以再聽 多一點物流的部分 也可能和我一篇相關 剛剛我提到其實RTS 我們叫做小B 以我現在接觸的客戶 其實很多客戶 對於做大B 可能他應該有自己傳統 有物流的渠道 因為已經做很久的生意 一定有傳統OEM的渠道 怎樣做物流 那有些可能是做一些to see 那可能 或者光顧一些不同的平台 那可能那類型的平台 已經有它的fulfillment 就是可能你記得某個倉庫 他幫你已經做完了 但是現在剛剛提及到 現在很多客戶很流行的是 但是又不是很大的B 又不是去到既一件那種 那可以怎樣做呢 那有沒有更加多的配套呢 那所以這一部分就可能 一陣子的 會在他們身上找到答案 那也都希望剛剛trading 工廠品牌的朋友 都可以去想一下 究竟我自己的model 可不可以逼到他們的物流的服務 這樣 完結了 所以我們就想要去哪補 那有些人 為止 都可以逼得到 那些人 那些人 在那邊 又不是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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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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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不需要去做 香港最重要是一個free port 不需要給任何稅額 只要是煙龍走 如果你市場了在香港 或者只要你的倉 你的貨其實是放在集中一個點 在一個倉上 其實你在客人的眼中 你是一個比較直接的一個 一個platform 或者一個seller 其實在客人信心層面也會提高 在香港來說 因為剛剛才說過 以亞太區的樓樓來說 在香港發貨其實是速度比較快的 變成你們的鞋也會在收免 會給到一個更加好的lead time 分享一些資訊給大家 其實每一個國家 剛剛Mattery的powerpoint裡面 也展示到阿里巴巴 top的某幾個國家 他們的text and duty 是怎樣去計算的呢 其實我們back end 我們有一些的tools 或者的useful link 其實在我們稍後的時間 如果你們有提出 可以聯絡我們去拿回 那些的useful link 我們可以share給大家的 這些可以個別再問我 或者問Berry 我們可以再share給大家的 這裡很快的go through 其實B2B或者B2C 有什麼分別呢 如果是一些比如美國 澳洲這些國家 大家會看到很兩眼的 USA如果它是B2C的訂單 是2C的訂單的話 那它其實只要是低於800元 其實是不需要 這個單價是低於800元 是一張訂單的貨值 一張訂單的價值 是低於800元的話 其實就是UV3的 但是如果是B2B的話 相對就可能 一些超過了800元的order 那你們就有機會 需要給它 5至20%的貨值 那就是要看看你們 是什麼的優點和HX Code 那如果你們有任何問題 關於HX Code 如何去查HX Code 這些你們都可以 找回我們 我們可以去當你查 那這個就是運動 那大家也會看到 最主要就是 不同的國家 其實Tax 和Duty 其實Tax 和Duty 是會斬開了兩截的 這個VAT 其實是什麼呢 其實是一些 比如歐洲國家 UK 這些 韓國這些 他們會喜歡收一些 叫增值稅 那和本身這個Duty 稅額 本身和貨值的稅額 會有一點點不同 那有些的就會 Duty 和VAC 會有分別 Percentage 都會有分別 那這些稍後的時間 如果你有再有移民 可以當作作貨值 我們來聽 那我們可以幫助你 那我大致上今天 說的東西 就分享到這裏了 那如果大家有些什麼的言憶 試一下 這集的QR POP 和我們的 WhatsApp的電話號碼 和我們的網絡 大家也可以翻查一下 或者去 按我們最後的去看看 我們的網絡 我們去看看 好 那就多謝兩位 可以一起 我可以繼續 現在我們轉到另外一個 小小的Q&A的環節 多謝你們兩位的分享 現在去到文靈 都很先進 有F 有一千代卡等等 我問到三條 都是有些觀眾去問我 希望可以問一下你們的問題 你們來看看 我去到大陸 就看到大家 第一個 其實現在 有很多人想記了一些 液體 保健品 電子產品 那這些你做不做到貨品 其實由於貨品的種類 就相當比較高 每個產品 其實有自己商業的 HX Code 就叫做 Harmonized Commodity Scription and Coding System 海關閉碼 簡單來說就是海關閉碼 我們需要 其實 如果你就這樣問 我未必立刻回答到你 但是我需要看到 有些的文件 例如MSDS 有些的HX Code 我們就可以 一應這些情況去分別到 這種狂為屬於可否負負負負負負負責 我們要跟回一些可能性的 GIG Coding 去看回這些結果 成為藝術分 也要看回 在外通星期的 例如AIRLINE的船公司會收到這一種的訪問 我們才會知道 但最初AIRLINE好像有些所有的體體都有一些 一路的客戶 整個重置 最主要現在AIRLINE和船公司 他們比較不願意去接收的訪問 多數是一些壓縮的體體 壓縮的形態 可能是一些偏聽 或者是一些偏見的形態 這一類比較相對環境的 沒有太多接收 一般來說 包括他們可能的電源 只要它是淘合了 Tacking Resurption的環境 一些1967 1967之類的 Tacking 只要它是Tacking的 以及有些傷害的 就走到一般的路 可能簡單地說 就是有了問你 對呀 沒錯 問了你你回答 你回答他就可以了 是的 OK 其實有很多朋友 就是我多很多客戶 其實他剛剛接了一支新的 他可能傳統歐秘的 他會認識 但是一些新的市場 他想進入 那他又不懂得怎麼進入 或者 同地坡 可能是有關稅安排 這些你們幫不幫到手 其實我們幫得到的 因為其實世上 我們每一個國家的關稅 和大家剛剛都分享 給大家學到 每一個國家 甚至不得了 你把不初的國家都好 都會有不同的稅價 包括有很多GIMS VAT都會有很多Berry 亦都要看回客人的貨品 是甚麼貨品 我們再幫客人去檢查 跟回他的HS Code 或是公關資料 和其他資料 我們可以幫他們看得到 做到一個很初步的稅金計算區 你幫他們看看 從哪裏 可以走 或者用其他商品 幫他們搞混 或者用其他資料 如果他問你 你就會提供了解決 只要是一個戰略的 敏感的產品 和危險的產品 包括那些放射 放射的那些產品 基本上我們都可以幫他們 做到的 資訊 可以當地的清關 還有進入的消息 還有當地的消息 也要看 最後就是就像足夠的貨品的 和食物 甚至是自己的 就是這些貨品 但以我所知 有些產品 保健品 藥 這些食物品 都是難記的 或者有很多要求 剛才會有的 但到時可能早知就問你 你都会带给予选择,你进哪个地方,你又可以给什么商,或者你做什么事才能进去 是,没错,没错,没错,申请卖会吗? 申请卖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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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公司,其实我香港有自己的仓,或者自己的地方去旅行 都会不会直接把货币给你们,再帮我们做出的地方 所以,完全没有问题,现时来说,进高都有一部分的客人做出的 到实际上,我们哪个地方都有,所以我们继续去批准这种方法 所以,可能会对比起,可能他自己的地方用一些放递的方法 如果,可能你把那些货币放在你们的创业,有一个货币的方法 应该有一个价值的方法 是,没错,如果客人是直接把他们大梯梁的荷物 或者一些梯梁的缝币在我们的创业 有成三个我们做一个一个人的活动和妈妈的话呢 其实,相对的成本是否可以? 早上昨天,有一个英国的商家购卡 他们在你们的网集买你的包包多年,到外不久 买了几条斗 对啊,几条斗 他说,找我四大的发力公司 他说,那个外来的货币比他更贵的 他是买单的,是登顺的 是有些座内的,比较轻的 那我说,他非常贵的,很大件事 为什么呢?我Gurion,他就算了一条货币比我更贵的 有別的辦法 首先他要給工廠的地址 我一旦都習慣了 跟著我們都在一起 我們都問他去英國 跟著他去清雲 跟著送給他都行 到時他不行 就拿資料給我 我可以給他一些option 就是西大陸TG F1U錢那些 人工錢 他們一定是大潔的 大潔就不太貴 但是他這個我根本都沒有正式做的 他說你一個人送給我一個人 送給我一個人 不需要三天 如果三天你還要找到一個人 不能做三天 那這是很多小B的問題 我給你找到一個很大的位置 就是一些傳統要快 那些是最快 傳統的那些會最快 但是價錢上升降低高 但是如果對於某些產品 可能是珠帽的 那些的影響可能會不會大 因為那個貨值很快會很高 那些可能是傳統用的那些 或者保險的角度 那些有機會真的會做那個買底費 會做貴的那些工錢 那可能這一種就是你們這些類型集合商的方法 不如我們回答一下觀眾有一點問題 我見到觀眾都有些問題 第一個 Will you handle this import and export license application with the whole action? 這個我都不懂 Departmentalics 衛生紙紙紙新的 GP的 是的 對 其實我們在服務的一些craft license 其實由我們倉內 基本上是由貨密到我們倉之前 我們其實已經要跟衛生紙做一些申報的 那这一部分要具体一点 要看一下你是什么 这是我认识的 其实真实这个就是讲的 如果有这个我们讲的是这个 我想是非传统的 例如药水啊 或者是什么 国产有药水 那他之前要做一个遗案的产生 遗案是复杂的 还有要有日制师去帮忙 因为身体是日制师 那包括那个商品 那个船 大家知道了 外包装外包装 外包装 附近的商品 又跟着卫生署 卫生署可能要process 一至四个大价也有可能 这个可能就是备案 备案完成之后才可以进口 如果是这些货呢 进了口 会比较起 甚至是会消费的 那我们试过很多客户 他们不知道 就先控制了人家香港 但是没有license 出去就出不了 因为你现在讲的是一个本地 还有一个中注 亦都是有运行的 这个我们叫做license 的申请 是一个可以 使用化境 可以做的 如果非化境 的 暂时来讲 所以就简单来讲 你们都可以安排到 好 下一条问题 黄小姐的问题 应该是 请问产品带里面的产品 在香港寄货方面 还是国内寄货方面 但是其实如果你说是齐文件的话 在香港国内都没有问题 那由于我们本身在这里 在香港的仓库做 我们日常的出口 那当然我们会建议是 所以如果再来到香港 所以再来到香港 所以再来到香港 才会比较便宜 方便会低一点 相对来 所以很多国内 带了利益的 都飞到香港 才再上飞机 会容易地处理 因为有中国文费 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错误 但是其实那个文费公司 是一个公求 其实那个文费公司是一个公求 的 Factuation 就是那个幅度可以很大 如果你在国内滑合 国内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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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成本上 你随时那个文费 欠几几多元 或者欠十多元 欠十多元 所以根本那个不是最大的 反正是那个文费的公求 但是现在上海的需求很大 哇 你炒到很高的金额 所以在上海拉到香港 走到很幼的 香港 所以需要的需求 拉过去 是便宜的 假设有没有问题 我是一个商家 我在东北的那间厂 那我可不可以问你的时候 Jason 你可不可以回答我 我记得来香港多少钱 还有我放在东北的装备线 你不可以回答我 放在东北 我在东北 假设你们在东北 又或者我在香港出过 会不会你们已经直接 已经告诉我 啊 你这单过 因为我飞机的供求多 所以香港 这单过期又那个地方多 所以那个地方 其实我们可以 因为我们其实 本身我们有一个 专行帮助一些飞机和文件的价格 和实际和一些事件 但是我们都有 所以当客人有这样的需求 他问我们 咦 哪里更便宜 我们会回答我 可能会回答我 可能会回答我 主打的市场一定会 主打的市场一定会 美国澳洲澳洲 澳洲的主打的那些 一定会回答 即可 即可 可以回答我 这些食物多些 刚才Berry说的那些 之外 其实还有一个 关墓的费用 因为你在大陆 其实要做一个 沉口的空吻报关 其实那里的关墓费用 是很多时候 商家会分类做的 那个价钱 当你收到那张单 就会很贵 还有一个考虑就是 你让一般 要改过数量 抽出来 如果在那里 有关墓 你重复它 可以回报关 可能是三五七天的时间 如果你能找到 如果来香港 你几时 我和窗戏两边 再拖出来 再有关 是没有关墓的 相对 相对简单 相对简单 所以香港也有关 关墓的 好 好 那我们回答一下问题 帮Shopify的店主 直接寄给客户的B2C 这个应该是上面那条问题 即假设它在香港寄过的内定 更方便一点 但是它那个Case就是 我一向是帮收电话 你的店主 直接寄给客户的 价格10元20元 价格的产品 我认为应该要独立报价 是的 这个就要独立报价了 是的 OK 接着William问 请问有没有欧洲的IoSS number William 首先解答一下IoSS是什么 IoSS number 其实你问得出 你应该知道是一个欧洲国家 由发检人去和欧洲欧盟的海关 去申请的一个编码 这个编码的作用就是当有税金要支付的时候 这个税金的金額就会直接 转账到IoSS number 的这个 account holder 那你这个问题问 有没有欧洲的IoSS number 不好意思 我不是很明白 但是我可以多一些 就是IoSS number去申请的话 其实是要由商家自己去做的 那当然我们也有一些 useful link 可以share给你 如果你有什么需要的话 就在线下找我 好 谢谢 好 收容很差 不好意思 下次会再去改善 好 接着就到 弹板了 派不派本地 本地我们刚刚也有share过 其实我们本身就已经做了一些 的本地派货 过一些的 你之后就做成本地的用品 每一天我们都在做 所以是有做本地的 所以就算小B也好 大B也好 可能本地也有做 那就Danny了 香港到国内 B2C一件代法 保健品 一般时间多久送到 如果是一至三公斤的费用 做回他们的处理 OK 做得到的 不过我想在 来了线之后 我们再来找一个老家 如果是 大约是三十分左右 我相信 和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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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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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价钱是去到 消费者的收入 好 好 那就看一下 check box里面有没有问题 好像就没有了 应该差不多了 好 还有 还有 最后一条问题 玻璃工艺品 产品 国内计 香港计划算 但是我相信这个问题 和刚才那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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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问题 我觉得有点难答 或者你线下 好吗 这个 因为我们都要收拾多些 资料 是 口口的 鼻子在哪里 是的 好 又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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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问题 如果 香港船运去美国 几个 起运量是多少 去美国 是多少 会跌 OK 首先一般来说 如果你说是一个美国的寄运量 在LCL的层面 就是叫做 Less than Container Loan的层面 就是我们香港来说 做得到的 那没有特别说 你的起运量是多少 没有特别的 一个CPM 一般情况 最基本的情况 那你说去美国 其实有多少team 其实around 正常情况 正常 正常情况 应该是15至25天 去美国的 这个code to code 应该这么说 10天20天 但是因为现在大涨了 正常情况 千两两千元美金 一个40只标准博位 包装会失责那个位 现在去到 接近2万元美金 这个月 因为炒得很厉害 因为那个需求 还有工具有10万元 现在各个都要排队 真正行 11、12天 如果香港去洛杉矶港口 最多是14、15天 但是因为现在要排队 还有要排队上船 因为现在供大于 供大于公民 疫情禁 好 继续 有没有做电子产品的回收服务 单件或者多件 电子产品的回收服务 目前我们没有做 就是收件 这样 不是顺风 首先要搞清楚 回收是指什么 回收的物流 我们有做 但是要拆散那件3C产品 拆散那件电脑板 然后要过环保那些 我们就用公司做 如果我们回收的物流 例如有些具体 在美国、在欧洲、在东南 我们都可以做得到的 然后我们要当地的回收 交到这个服务商 或者返回到香港 或者返回到其他地方 我们都可以做得到 这是我们回收的物流 好 好 保健品如果一件代法 越南和马来西亚 做不做得到呢 保健品一件代法 去越南和马来西亚 我们目前都是在那里 好 那么最后一条问题 我们时间差不多到了 燕窩产品 做开香港法内地 可以吗 一件代法的 可不可以香港多大力 如果是一些食品里面的东西 在大陆的层面 会相对有点免购 那这一部分 可能你要给我多些资料 去帮你在大陆的官媒那里去查一查 看看这一款 或者这个独特的特别的银行产品 有没有一些的成分 去导致到它有机会被一个人扩查 或者是叫做拦截 那这一部分 我们可以示范一下就好了 如果有时间 你再多别联络我们 好 那么多谢两位的时间 我相信其实在针对物流 我刚刚听得出很多东西 也是很过性化的 就是做下去 按摩 理电池 不同地方 不同国家 可以怎么做 有不同的方式 我想很多都真的需要咨询 到时可能 现在还有85位朋友 可以问一下Jason 他们那边 拿一个合适 自己的报价 或者一个方法 去告诉大家 是的 今天去Rafi 今天全日的活动 希望大家去理解到 这些消费 现在电商的趋势 刚刚说的 是很蓬勃的 虽然 也有带来一个好消息 其实今年 2021年 香港整体出口 风气 无论Trading 工厂品牌 是好好的 可能在背后 外公司的帮忙 希望大家的生意 都会最好 其实我们未来 来打资料